5月12号到13号 美国第二次在本土与东盟举行特别峰会 第一届美国东盟峰会 还是2016年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从白宫招待水平和美国媒体的 报道热度来看 这一次美国明显提高了对东盟的重视程度 所以在本次峰会前后 网上忽然出现了一种说法 说美国想把中国排除在世界经济供应链之外 由东南亚国家来替代中国的产业位置 这是美国的真实态度吗 如果时间限定于2022年5月份 美国并没有拿出任何具体政策 鼓励东南亚国家替代中国的产业地位 这个说法纯属假新闻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缺资源也不控制海洋 中国现在唯一的经济战略优势 是在现有的国际贸易中 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供应链地位 这也是贸易战中我们唯一的筹码 20年前 中国大陆拿到这个优势的第一步 恰好就是和东南亚国家竞争 拿到了一些复杂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订单 赚到了欧美国家的外汇 现在有人放风说 美国要把供应链转移回去 想法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所以不管外面有没有人造谣 中国要保住自己的经济优势 就必须严肃考虑供应链外移的威胁 这就像中国互联网上例行会争论 美国会不会干预台湾局势的问题 如果中国没有在物质上 准备好应付美国的权力干预 无论美国统治集团 现在是否有干预的想法 事到临头 美国的轰炸机必然第一时间到来 只有中国在物质上 做好了应付干预的准备 在美国军队权力出手的前提下 做好计划 才有可能避免被干预 那些天天论证 美国军队不会来不敢来的人 心里最怕美国 所以总惦记了战略投机 所以对于美国是否会用订单 拆散中国供应生产能力的问题 我们需要分两个层面讨论 一是美国近期是否增加了外贸压力 二是中国在长期来看 是否能够保住现在的供应链地位 先说短期的外贸压力 事先消息编辑部在网上查找了一遍 基本上可以确认 美国用东盟来替代中国的消息 是简体中文网络特供这种 源头是一些中文自媒体 又带动了一些敏感的传统媒体来回应 美国白宫对这次特别峰会内容有详细介绍 峰会开得很高调 但是拜登政府只确认了1.5亿美元的新投资 花钱的方向包括清洁能源 森林和气候保护 交通和教育 医疗和公共卫生 其中最大的一个项目是海市合作 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解释为重塑供应链的项目 从技术角度来看 无论是美国还是大多数东盟国家 都没有现成的官方机构能够直接指导企业 找到最可行的跨国产业链方案 某些报道凭空设想美国总中国剥离产业链 分别指派给最擅长的东盟国家 这就像看到一个巨人的力气很大 就担心巨人来抢绣花的生意一样 完全没考虑巨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刺绣的能力 今后几年 中国企业不用担心自己的订单 被某个美国法案直接转给东南亚的竞争企业 接下来我们说战略属命 美国现在的确非常担心 中国占据了太多的产业链 而且相互纠缠 几乎不可能整体替代 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大多数制裁直接失效 甚至会导致其他中等水平的国家发挥不了局部优势 就算在一两项产品上相对中国有竞争力 最终也会适应整条产业链的安排 看着订单转向中国 美国对来自太平洋西岸的竞争 上一次的胜利经验是20世纪40年代打败日本 当时的日本海空军发展目标是达到美国的70%实力 可以单独对付美国在大西洋之外的全部力量 虽然日本最终没能达到美国的7成战斗力 但日本军队的确一度深入中太平洋打击了美国基地 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权 同时日本还能腾出手消灭英国的远东舰队 以微不足道代价控制了半个印度洋 东南亚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 完全被日本拿下变成了资源产地 日本能把战争持续到1945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控制了东南亚的油田 和当年的日本相比 现在的中国相对美国的海空实力更弱 而且也没有日本开战之前的海外基地 至于说政治环境 很难想象中国和美国正面对抗的同时 通过占领其他国家获得资源供给 以十年为期 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军事威胁远不如1941年的日本 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 远远超过1941年日本的相对地位 当时日本的世界贸易中是个边缘国家 造不出欧美需要的消费品 而且在军事工业之外也没有中工业优势 1941年前后 日本的强势舰队是通过牺牲民用工业 提前动员形成的暂时高峰 快就要被动员起来的大国军队抵消了 所以日本才急着在1941年发动突袭 希望能够把手里的实力现货 换成更多的经济期货 2022年的今天 中国能逃分到大洋的军事力量 还差美国一个数量级 再怎么狂想 中国也不可能靠战略突袭拿到大洋制海权 但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快 不断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未来可以预期拥有更多的海空军 超越日本提出的美国七成标准 现在是美国担心海军的现货优势贬值 未来不能像今天那样独占大洋 所以会考虑用军事和政治上的现货 压制中国的经济期货 打击中国的整体供应链优势 所谓供应链 可以看作商品生产的全过程 经济发展的今天 哪怕是小到一双鞋一辆自行车 从生产原料到提供设备 再到运输和分包配件 都需要上百家企业配合才能造出来 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企业 虽然必不可少 但基本上不敢拍着胸脯说缺了我不行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少了一家企业 只需要找到这家企业的上下游配合环节 问清楚对接的标准和习惯 就能把这些技术数据交给同类企业 快速造出替代产品 主导供应链的资本 完全可能到地球另一边下订单 两天之后就从机场接到几个货箱 把供应链的缺口补上 但如果供应链上有一半的企业忽然消失 想重新再联系几十家企业 把供应链快速填满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因为几十家企业 最起码会有几十个技术接口 考虑到相互之间的网上联系 可能会有上百个需要确认的技术接口 大多种产业链不是一个大资本 能够从头管到尾的 就算资本能够全行业纵向渗透 也不可能掌握全部接口的技术信息 如果真的把几十家企业赶出供应链 哪怕赵超之前的产业布局 找几十家同类企业来接班 也要重新确认技术接口 理顺相互之间的技术关系 重新启动生产 起码要半年时间 这别说完成之前的订单赚钱 零售商里面可能根本就不和 你这条半死不活的供应链做生意了 所以虽然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欧美 还有明显差距 但是体量和复杂程度 已经足以在技术之外制造不可替代性 这一点过去我们自己都没有偷分认识到 但是随着特朗普发动贸易弹 普通的媒体也开始关注供应链的概念 过去只有少数行业会议 或者金融研究机构会说产业链优化 供应链弹性 现在这些小众的专业用词逐渐出圈 在欧美媒体上成为研究中国企业和中国制造的常用词 产业链复杂性和贸易战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数据来量化评价 2018年4月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 但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数据基本看不出来变化 进出口都在继续快速增长 中美的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6000亿美元 中国对全世界的外贸规模也在快速扩大 2019年特朗普政府继续扩大了加征关税范围 当年如果只看双边的贸易数据 关税变垒的效果非常明显 中美贸易员收缩了15% 但是2019年中国整体的外贸额还是创下了历史新纪录 当年的增长率也排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列 似乎说明中国在美国之外找到了合适的贸易对象 2019年中美两国自己的数据是对不上的 中美统计的本国出口的下降幅度都低于对方的统计 而中美两国统计的进口数据都比对方的出口统计要多 按照外贸行业惯例可以合理推断 多半的进口企业把产品运进中美海关的时候使用了中转地名义 还有一部分商品出口国的海关也不清楚最终的消费国 最终都进了中美两国 2019年中美两国只是在名义上压缩了贸易规模 实际上中国需要美国提供的现金和技术 美国需要中国商品的规模和廉价都在加深一来性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全面冲击世界经济 同时特朗普输掉了大选 中美双边贸易额明显反弹 2021年中美的贸易额创出了历史新高 完全收复了贸易单以来的全部降幅 这说明特朗普和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 在发到贸易单之前明显低估了中国制造占全球供应链的比例 就算全面制造进口障碍 也只能在名义上压低一年的中美贸易额 第二年连名义的数据都压不住了 美国的进口商找了一圈 没有其他可靠的供应来源 最后只能自己掏钱来付关税 后续的研究也发现 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是贸易单关税的主要承担者 这意味着贸易单没有影响中国的消费工业以及上游产业 反而推动了美国物价上涨 给业美元制造阻力 最近几天美国财长耶伦公开承认 他在内部讨论中建议取消部分没有战略意义的关税 实际上就是批评贸易单没有效果 在财政部长表态之前 美国的统治集团肯定早就发现了问题 最起码2020年的贸易数据 已经证明扎根中国的产业链不可取代了 但是对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来说 越是发现中国经济的不可取代性 越是要想办法改变战略烈士局面 避免以后更被动 所以2020年之后 美国很多政策虽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 但是都在积极讨论重塑产业链 提高供应链的弹性 这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在反思贸易战的效果 总结经验教训 2021年初 白宫正式发布了总统行政令 调查供应链安全问题 2021年6月公布了重点供应链检查分析报告 2020年2月公布了全外的供应链检查分析报告 结论都是必须大规模增加投资 把重点产业的关键环节转移到美国国内 至少也要转移到其他可控地区 这次美国东盟峰会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供应链问题 但是人无尽力必有远优 中国的确还没有到庆竹贸易战胜利的时候 必须严肃考虑美国利用政治优势 逐步转移供应链的可能性 美国打算在排斥中国的前提下 重新塑造新供应链 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大国竞争要充分动员国内资源 不会有什么阴谋轨迹 都是基于现影的实力 定一个能够持续推进的长期计划 这次美国的方案已经摆出来了 就是一方面努力加强国内经济内循环基础 一方面在境外争取更多的贸易伙伴 越过中国做配套产业 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几份美国官方报告 都提出首先要加强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 重点是利用美国仍然强大的科技产业 从去年年中开始 美国就在规划一个和产业竞争有关的重要法案 今年2月和3月份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投票 通过了2022美国竞争法案 现在上下院正在协调法案的文本差异 尽管进度不快 但是最后通过只是时间问题 通过之后 该法案预计最多可以给美国科技产业 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助 就算考虑到通货膨胀 这也是冷战后美国官方对科技产业 最大的一笔直接补贴 这个法案不仅是美国自己的经济问题 条款中到处都是针对中国的内容 美国公司如果想拿政府的补贴 交代对应的产业隔离中国机构和企业 中国以后再想消化美国的信用技术 成本肯定会提高 限制科技产业是压制中国产业升级 下一个问题是压制中国产业的复杂性 这方面美国认识到自己的制造业人口不够 必须拉上盟友一起做 华尔街日报为此制造了一个新词 叫有岸外包 这次和东盟的特别峰会上 美国的确没有当面提出产业链问题 但紧接着拜登5月20号到24号出访日韩 就正式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倡议 日本和韩国立刻宣布正式加入 美国的官方说法是 IPEF将成为高质量贸易关系的模范 翻译成大白话 就是要建立一个排斥中国的小圈子 从目前透露的内容看 调整跨国供应链布局 是小圈子的主要任务之一 之前美国推出了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 没能达到目的 现在美国搞IPEF 是又一次试图构建WTO体系之外的排他暴雨圈 在本届拜登政府的剩余任期内 中国最应该关系IPEF圈子的动向 日韩加入IPEF 一开始就没有悬念 澳新参加的可能性也极大 下一步需要观察的是亚太其他经济体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动向 IPEF也就是亚太经济框架 会给成员带来什么好处 这就是拜登现在最头疼的问题 提出高质量贸易关系很容易 但是对于高质量的定义 美国和多数的东亚经济体很难达成一致 日韩和东盟要求继续扩大商品自由贸易范围 减少配额和其他的非关税壁垒 而美国希望各国开放金融和投资市场 让美国资本更多的分享东亚经济增长成果 但是不愿意进一步开放国内的实体经济市场 两方面的诉求几乎完全相反 2016年 特朗普靠产业衰退区的平民支持 当了美国总统 这些人不仅对中国产业竞争不满 对于日本韩国人 对于东南亚的产业竞争也不满意 美国如果想复制冷战后期压制苏联的战略 拿出更多的国内市场扶持战略盟友 恐怕只有少数几个金融和科技发达的州会支持 当初特朗普退出TPP的时候 美国经营界还批评他英和民粹 但是拜登上台之后也一再重申 绝不会重返TPP 所以美国自己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印太经济框架 是美国的潜在盟友最关系的条件 前几年 美国政府在TPP上的政策立场变化 在国际上制造了很恶劣的外交事故 其他国家和美国合作的时候 内部反对派肯定要问 美国在经济上的优惠承诺能不能靠得住 美国政府会不会自己全盘推翻之前的协议 前两周 5月13日 越南总理范明正见美国的国务卿林木肯 在会见之前 他和下属的一段私人对话被记者偷偷录下来 越南的高级官员明显不信任美国的口头许诺 越南的疑问也是东盟的疑问 1999年起来 中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到了2020年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员已经增了了6846亿美元 几乎是美国和东盟贸易员的两倍 所以东盟最关心的并不是消灭中国供应链 而是怎样利用中美对抗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最大的直接威胁也不是美国现在不知道怎么落实的对抗许诺 而是和中国人同样努力的竞争对手 3月15日 第406期时间消息分析了越南造鞋想中国市场的问题 越南的确在造更廉价的鞋 而且像我们20年前一样 越南一方面发展低技术的造型工厂 另外一方面 越南利用这些低技术的流水线吸引了上游的机械厂进入 也给本地的发电和供水产业提供了利润 越南的产业正在同时向上游和下游延伸 406期节目播出之后 越南一季度和4月份的经济数据公布 正好赶上了中国经济短期内大幅度下滑 越南出国超过深圳 成了简体中文互联网的热搜新闻 虽然2019年的越南出口就曾经超过深圳 但是这次经济此消彼长 国内的情绪还是很悲观 担心越南和其他东盟国家和中国竞争 这些消息也许不能改变中美实力对比 但这的确给东南亚带来了影响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 从2018年到2021年 中国占美国电子产品进口的比例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这部分市场基本上被东南亚拿走了 其中就有一半多落落了越南 这就是最近几年越南出口上升赶超深圳的主要动力 和造运动鞋一样 越南这些电子产业也是仅仅依托中日韩的产业运转 大多数核心部件和技术服务业需要进口 所以虽然越南对美国的出口额上升 但是整个东南亚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倒是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上升了 这说明电子产业比造运动鞋要复杂 运动鞋的流水节能够快速吸引设备制造商进驻 电子组装厂没有那么容易吸引上游产业到越南发展 现在的越南电子信息类产品出口总额 韩国三星的工厂占了一半以上 营收达到了742亿美元 相当于越南当年GDP的20% 但是考虑到大多数出口品都要靠进口核心组件运行 这些组装厂的真实GDP非常有限 2021年越南进出口总额是6685亿美元 是当年GDP的近两倍 其中出口额是3363亿 进口是3322亿 顺差只有41亿美元 这6000多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 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就是中国 按中国海关统计 中国越南的贸易员是2300亿美元 越南海关认为是1658亿 差了600多亿美元 原因恐怕要问越南自己 但无论中越哪一方的统计都显示 越南去年对中国有巨大的议差 最少也有456亿美元 比2020年又增加了100亿 今年1到4月份 越南对华的贸易逆差又进一步增加 已经差过了200亿美元 从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大部分是机电和仿制产品 这说明至少在当前阶段 越南提高对欧美的出口 前提是从中国进口基础产品 这对中国经济也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东盟国家不是一个整体 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 基本上要通过城盟国家新加坡来完成 更多的时候 东盟国家是各自和中美发生经济联系 建立经济循环 比如说马来西亚是东盟内 仅次于新加坡的新型工业国 它的十大进口和出口对象里 只有新加坡和泰国是东盟成员 这说明东盟国家很难彼此联合 组成另一套不可替换的复杂产链 和整个中国大陆竞争 在可预期的未来二三十年 东盟国家产业升级的指望 还是通过简单的组装业 从中国或者美国吸引上游的复杂工厂 提高自己在单一产链的重要性 就算吸引不了更复杂的产业 他们也会接受当前的产业布局 否则就维持不了脆弱的外汇平衡 如果中国产业水平能够持续升级 就算越南或者多盟占据了更多的出口市场 全世界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性也会提高 而如果中国不能升级 美国国务卿就算说服不了越南来挖墙角 也能找其他国家来挖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 越南或者是整个多盟的竞争 并不是影响中国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们还是要考虑中美竞争的范围 来考虑中美竞争 不用太顾及其他国家的态度 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实际作用远远小于美国国会打算拿出的 2000亿美元高科技补贴 中国眼下最重要的经济问题 还是怎样在美国压制技术转移的前提下 做出足够多的原创科技成果 只要我们能够提供可靠的技术产品 全世界包括美国的消费者都是我们的帮手 如果我们拿不出下一代量产的技术产品 全世界都是想来抢饭碗的敌人 中国媒体还是应该多关心国内的科技打假问题 关心国内的生育率跳崖事下跌的问题 不要过度渲染国际战略所谓的下大棋水平 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 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永远在我们内幕 好 感谢大家收看 437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 文字内容随后我们会发在 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欢迎大家转发 我们周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